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成都名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红萝卜烧肉骨 这道美食的主要贴点 红萝卜香甜 肉骨喜能华杂 现在我就给各位好朋友分享 这道老嫂建议超级下饭美食的制作过程 希望大家能喜欢 今天我们选用了非常新鲜的肉骨 把它尽量再削一点 再好后我们装入一个盆中 用清水浸泡打开十分钟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去掉骨肉中的部分血水 等一下我们直接入锅炒 现在我们把精糖的老黄酱切成厚片 装入盆中备用 另外我们再准备点冰糖 桂皮 八角 以及三奶 今天还准备点花椒与干海椒 热锅我们给入少少多一点的菜籽油 下入空干水分的肉骨 使用中小火炒 炒凉以后下入冰糖和三奶 八角以及桂皮 炒大开两分钟后 下入干海椒花椒 继续使用中小火炒制 在这里文心提示 各位好朋友 烧菜炒的时间一定要够够 各种香料炒出味后 够入适量的生抽 够入生抽的目的主要是蒸饰提味 现在我们把货稍稍转大一点 今天我们烧红萝卜 因此就不放皮线豆白了 炒出色后 我们给入适量的清水 再给入大葱节 盖上锅盖烧 现在我们把明明天的红萝卜 用滚刀切成小拓 再把盆周的鸡品嘟嘟蒜盖盖 盖盖刀 烧大开半小时后 下入红萝卜 以及大蒜 继续盖上锅盖烧 大开一刻钟后 揭开锅盖 大货收干汤汁 可以给点鸡精或者味精 一单粮油起锅 各位好朋友 一道色香味居家 超级下饭的 红萝卜烧肉骨制作完成 在这里 温馨提示各位好朋友 我们的烧菜汤汁一定不能多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好朋友的耐心收看 请记得关注、点赞、分享、收藏 咱们下个视频见